早安 大家好 我是Jason 現在就出發去韓國踩單車 現在去了行李Check-in 這次是第一次坐韓國去韓國 所以未試過透過他們幾單車的流程 以前通常要打電話去預約 他報了單車大小才寄 但他們說不用 因為阿努被打過 不需要的 到時候walk in 便可以 現在順利放了兩架單車 放了一架單車後 會有一張電腦給你填 上面是DECARE 你有沒有幫單車買保險 受不授權海關檢查 袋子裡的東西 現在露比正在簽了E-form 好 這樣便完成了 然後去到平時的幾超級的空間 就是這裡 交給他們了 好 好 謝謝 謝謝 搞定 剛剛過完海關 發現原來電腦也是要拿出來的 他又要拿回電腦出來 然後再過一次 但其他那些東西 即是那些細料袋 那些高普的電腦 就全部在大袋裡 不用拿出來 我經常都覺得坐飛機 都是坐回目的地國家的航空公司才好 那你就可以吃定那裡的食物 對呀 已經浪費了 對呀 已經浪費了 對呀 已經浪費了 不是呀 只是足球 現在飛到不知多少 終於有飛機餐吃了 我們來看看 因為這次坐大航空 可以提早感受一下 去到韓國吃韓國食物 有些韓國的食物來 就知道了 他說這個是韓國的BB骨 BB不知道是甚麼 可能是乳豬 這裡有個大豆湯 剛才空姐給人家說 你需要教學嗎 我找上網指導員 當然要教學 他就說這些東西 就拌進去 連飯也拌進去 你吃的 但湯是用來喝的 就不要拌進去 很清晰 現在試一試 教一下 現在有個滷味炸機 但有腳架 而且是長腳架 這個 麻油 先放在旁邊 這個 露餅不吃 辣椒 來的 我想在晚上 踩到眼睡 我這個刷牙應該可以 OK 留給你刷牙 我也不急 留給你刷牙 留給你刷牙 用者就說要加一個 這個 這麼實際 飛到旁邊怎麼辦 在飛機上有這麼複雜的東西 哈哈 做美食橋 這道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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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在飛機上吃的很沉悶 就是吃雞蛋 雞蛋 雞蛋 這個還不錯 背景要試試什麼吃 好嗎 好 搞定了 順利過了關 根據我去年來航行的經驗 我們要去等這個 Oversize Luggage 印象中就在接近出口 那邊附近 我印象中是這樣的 接近出口的 咦 為什麼跟去年不同的呢 或許我 哦 Terminal 不同啊 可能 上年未必是這個Terminal 但這裏 Oversized Package Claim 就能看到我們的單車 OK啦 怎麼當 但現在只差一個紅白藍而已 我們來到這個 本來我們要在這裏搭巴士 但是呢 巴士站的職員 跟我們說 我們那單車袋 上不了巴士 就叫我們去搭的士 但我還是想搭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試一下搭地鐵 好啦 剛剛呢 嘻嘻 剛剛呢 去了CU 沖席了一點錢 把Wall Pass那裏 裏面有了T-Money 那我們呢 現在呢 就入閘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這台機 寫著要按字 但又拍到裡面 先 OK 拍卡 入閘 Woo! All-stop train platform OK 碰到 我們剛才擔心能不能上單車 誰知看上去 有單車標誌 有沒有認識韓文的朋友說給我聽是甚麼事 是否名證言常可以拿單車 是否不能入袋的呢 直接可以拆開 還是要入袋呢? 我也不知道 好 成功上了車 就放在旁邊 應該擺單車都是這個位置 既然這輛車廂可以擺入單車 應該是遇到這個位置 是我們擺單車 好了 現在我們剛剛下車了 我們看到有韓仔是整輛車不用擦輪 可以上到這輛車 我想剛才鐵路看到標誌 那個有單車仔的意思 就真的可以帶單車 但我上年來的時候不讓我們帶單車 不知為何今年又可以呢 好 之後呢 就搭了幾架升降機 就快來到我們要去的五號線的月台 坐地鐵當然沒有搭巴士那麼好 怎樣到怎樣 坐地鐵的話 就是要搭這些升降機 上升降機 不過呢 既然它說了巴士不上升降機 沒有辦法 上次我來踏的時候 地鐵很抗拒單車 但是剛才我剛才看到月台的小朋友 在那邊踏單車 我想是否已經不同了呢 韓國現在 我又不知道 要找些人證明一下 我們現在看一看 踏單車的那輛車 先拍一下它 它不用擦輪 人家還坐在一張椅子那裡 早知我們就組好單車 直接踏 放下一個袋子在機場算 我去年是這樣的 但是去年我的單車組好 就不讓我坐地鐵 這次我們有個袋子的時候 看到人家在踏單車 變化真的太快了 好 搞定 好定 經過原來沒有電梯 沒有升降機 就進了這個商場 很威美 就上了地面了 哇 很難推 現在就去酒店 會合Patrick 和Willi 很開心 又見到他們 跟他們一起來韓國踏 他們在台灣的時候 已經一起去踏了 現在韓國又再會 我發現我們住在喜點附近的地方 其實都很旺 周圍的建築物都很漂亮 我看英文估計 我們這個站應該叫奧運站 會不會有些新建築物呢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看 終於有些異角風情了 我剛才確認了 放下行李 就馬上出來吃飯 會合回Willi 和Patrick 現在我們就去他們 探望路 很多東西吃的地方 看看他們介紹什麼 現在他們真的沒有介紹錯 現在進入了一條吃街 全部都是餐廳 剛才看到炸雞 這裡你看 炒麵 多麼旺 你看 超棒的 現在要找一間 試一試 這間吃海鮮 有些魚缸 有些魚缸 跳老母 是不是 嘩 嘩 有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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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你 這個 不是酒店 是酒店 那 就 這個 這個 環境其實都 很小 很小 那 我 感覺上 那些東西 都算做 企理的 就 沒有平時的融創 那些睡覺 那麼漂亮 始終是一間 酒店 這裏附近區域 那些 全部都是時鐘酒店 所以 這間算便宜 因為兩元港幣 一晚 貪便宜 這樣選 但是看上去都OK 冷氣機 外面比冷氣機 不過 車聲很吵 嘗嘗 冷氣機有沒有味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可能 都是用冷氣 好像會靜一點 那 一眼看完 還有一個網巴位置 這是什麼 泡房 很有 泡房 這樣 但是 廁所 這樣 我覺得 很好吃 所以 當初選擇 一間就是 看到廁所很乾淨 為什麼我設定了 一間一間 這麼怪 在廁所裡 電的頻率 和 高普 和外面的燈不一樣 我剛才在地鐵站 設定了 Anti Flickr 到了60hz 但是為什麼來到這裡 裡面 Anti Flickr 又不適合呢 這麼奇怪 好 今天我們提了一天 來到視察 起點的環境 起點就會在這間 Q36.5出發 看到一點空間 到時候 200多人應該都很擠 不知道到時候會怎樣 整條街 這條街 全條街都是單車店 很多漂亮的 很多牌子 是香港未見過的 來到這裡 看到 剛才看到 入了一間五折 雖然牌子不認識 但花款都很特別 還有一件 Merino Woo Base 的 衣服 都是折完後 580元港幣 感覺上不算貴 因為它有花款 有花圈 但它是短袖 所以令到我覺得 不太適合我用 因為我喜歡只穿長袖衣服 嘩 還會拿走那條骨 用不需要撞過來 又浮起 看上去 哇,這個很厲害 很慢 那些進度很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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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